好,我们继续啊 刚才呢,上节课呢,是不是给大家简单的认识了一下这个路程,是吧?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往这个里边写一个文章 比如说这个是老段吧 叫段子王 是吧 然后呢,他说他是最会讲段子的 讲段子 老师 然后呢,他下面呢,也有一个文章的ID,是吧?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内容呢,我就不变了,比如说铺导 铺导,那么 学好大数据 铺导 铺导班主任吧 好,那么我保存一下啊 接下来 我运行一下 ID,ID没变吗 啊,这个ID没变是吧 啊,也没关系,ID其实是不是 你想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两个ID啊 这个ID 是不是只是文档的ID啊 他跟那个,就是相当 这个ID啊,这个ID 我说说了,这个ID其实不是文档的ID 相当于是不是我自己的这个article的ID啊 那么那个文档ID跟这个ID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那比如说,原来我那个ID是不是0啊 现在我再插入一条 文档ID是不是应该是1啊 虽然说你这个article 它里面有个属性叫ID 但是这个ID跟那个document的ID 根本就不处在任何关系是不是 好,接下来呢,我要查找 查找的时候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根据关键字查找 也可以根据我指定的这个查询条件吧 比如说现在这里边都包含的 是不是有数啊 为什么我这里边写 只能写一个写 比如说写大数据 其实我写大数据的话 它是不是也会将我的查询条件拆分成 拆分成单个字吧 对不对 是不是也会把它拆分成 哎呦,我点错了 他也会把我的这个查询条件拆分成多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不是用的是这种标准分子器啊 标准分子器是不是 他在建立所影的时候 就会把我们这个字 一个字一拆吧 对不对 而在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我的查询条件也会一个字一拆吧 好,那接下来我查询 这个时候呢,会查出来几条呢 有人说你这ID不一样了吗 会不会把它给覆盖掉 因为你的这个article ID啊 其实跟跟我们那个文档ID没有关系 OK 你的这个article ID 是不是相当你创建的这个 自己自己定义这个实体内 里面是不是把ID属性啊 你给他指定的多少都没关系 然后ticle呢 是不是 颜值最高老师 最会讲断的老师吧 然后content 他为什么是no啊 是不是 他见所影了 但是没所影 因为我是不是通过content 来进行查找 你看我是不是通过content查找 查找到了吧 查找到说明他见所影了吧 但是他 没存储 是不是 好 那么author是不是 相当于它是一个使均Field 使均Field相当于部分词见所影吧 是不是又存储了 而这个UIL呢 是不是我用的一个starField starField 相当于部分词不见所影 但是只存储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根据了一个 简单的这个条件 是不是就把它查到了 那有人说 这个里面的数据到底存的时候 是怎么样存的 是不是有的同学很关心啊 那你如果想看一看它 它比较复杂 pwd ls cd index 这里边就是它数据存储的格式 你根本就看不懂 啊 它都是存的21字的形式 你根本就看不懂 那么 有的人呢 就开发出来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里面对应的 是吧 内容啊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工具叫look 叫look look是啥意思 勒务禄禄禄禄禄禄 是吧 好 那么这个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工具 在gitup上面 开源的一个工具 勒务禄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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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禄 是吧 它的工具的名字叫勒务禄禄禄禄禄禄 在什么地方呢 我把它放在 放在我这个下载目录上面 那 在Lineering下面 是不是就是 look.ss 在window下面 你是不是执行这个币器啊 好 那么 那么 我在这里边 要 我再兴起一个窗口吧 cd到 document 然后 叫 soft look 6.0 是吧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执行一个叫 look.ss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他会启动一个java程序 哎 怎么还没起来 就是他了 OK 那你看这个界面是不是挺丑的 这界面都是用java的机用 UI来写的 好 那么接下来你是不是要browse一下 browse是什么 是不是索引存放的目录啊 我们索引的存放目录存放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存放在 这个目录啊 好 那你可以把它 沾一下 沾一下之后呢 点browse 就是这个目录 然后点 就这个目录 你不用多绕死了 你把它沾在这里边之后点 OK 好嘞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overview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概念啊 number of views 一共有几个字段呢 咱们先来看number of documents 一共有几个文档啊 两个 为什么是两个文档 因为我是不是网里面写了两条啊 是不是一个是老作者是老道 一个是老段吧 对不对 然后 number of fields 我这个文档里面有几个字段 一个文档里面有几个字段 有几个 五个吧 有ID 是不是 Field 代表字段吧 是不是有ID啊 有 title content author URL吧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这里边是不是被优化 这些都是no啊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的这个 name name content 它一共 turn count 是13个 然后占比重是50% 是不是 然后title呢是 turn count 11个 比重是 这些 然后author是吧 他们存储的都是什么 utf-8 好 那么你看我先看这个title 你选中之后呢 点这个soul top term 你会发现这个title里面有什么 是不是拆分成一个一个的字了 这里边你会发现 这里边是不是 诗 得 罪 讲 断 指 颜 老 直 高 慧吧 为什么这里边只有这几个字啊 你看这里边可以主张成什么呀 是不是颜值最高的老师 还有最会讲段子的 讲师吧 对不对 老师还是讲师老师 是不是 咱们怎么写的 因为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最会讲段子的老师 还有颜值最高的老师吧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重复的这个关键字啊 那么他呢 这里边你看这个fragment 这个字符 相当于他怎么 这个诗是不是出现了两次啊 得是不是两次 罪是不是两次 讲 是不是有讲师 就是 纯老赵的时候有个讲师吧 纯老段子是不是有一个讲师 啊 啊 啊 有一个是讲 一个老师是不是 讲 讲段子 是不是啊 就会讲段子的 对吧 然后老呢 老子有一个啊 一个讲师 一个老师是不是 OK 那就是说 他是不是把我的这个 纯的内容是不是一个一个字的 拆分了 然后呢 他这里边是不是一个rank 是不是他自己的一个排序啊 然后以及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吧 这个词是不是出现两次 他在哪个字段里面 是不是是title里面 然后接下来再看content 点 content 诶 content 有人说你不没纯吗 content为什么这里边有内容啊 嗯 嗯 索隐是不是 索隐我是不是存了呀 content呢 我是不是在见索隐了 但是没有在文档当中存储吧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这个outher outher咱们来看 这个content 你是不是看到了 是不是都 这里面是不是都分词 见索隐了吧 接下来再来看这个outher outher怎么样 没分词 没分词 outher为什么没分词 我是不是用了一个streetfield吧 streetfield是不是不分词 但是见索隐 是吧 那么这个ID呢 ID其实它也见索隐的 但是它不是 以真正这个ID的形式存储 这个呢我们后面讲 URL有见索隐吗 没有 我们这个ID是不是告诉他 它是一个浪类型的 浪类型跟我们这个 这个什么存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浪类型以后 是不是我们可以 根据这个具体值来查找 还可以根据范围来查找吧 是不是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吧 对不对 它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储 URL呢 URL是不是没存啊 好接下来再来看 这个是overview 再来看文档 文档 是不是就是数据 真正内容存放的位置吧 好这里边 我点下一个箭头 这里边是不是文档啊 那你会发现 这个author呢 它里面是不是对应了一个 一个类似于一个 这是这个名字吧 这是它一个 类似于一个猪串一样啊 然后它的value 是不是叫做老赵啊 我的第一个文档 是不是老赵发布的 content是怎么样 没存吧 然后ID是不是 1001啊 然后title呢 是不是最 颜值最高的老师 讲师是吧 UR呢 是不是这个地址啊 是不是就这个 没分吧 你看在这里边 是不是我的document里面存 是不是就是 存这个真实的内容吧 对不对 value就老赵 然后content 我没存吧 为什么没存 我是不是告他start的 你弄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ID吧 这个颜值最高的讲师 然后这个UR UR它是不分辞的 是不是存储啊 那么我给大家看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 这个文档啊 对不对 OK 大家能看到吧 然后再给大家 下一条 下一条是不断着吧 然后呢 最会讲断的老师 OK 这个是不是大家看到了 没问题吧 那么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这个字段 它到底分不分词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 分不分词 所见不见所以 在文档当中存不存储 是不是 好